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城呢 就这么一条组阶段 这就是城中 我们看大概开车也就五分钟通过了这个小城 不过来到这个小城不是来看城里的景色 是要看这里面有一个车站的博物馆 那么这个博物馆是至今保存不较完整的一个关于火车 这个概念的博物馆 这个火车站呢 是建在1897年 那目前呢 已经废弃了 国家就把它列为了公园 也就成了一个博物馆了 很多年都没有坐过这种绿皮火车了 看见这些火车突然把我带回了童年的时代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亲切 你们看看 有没有亲切感呢 大概从19世纪中叶开始 铁路是美国交通的主要名漫 尤其在淘金时期 这个小火车站是最主要的交通枢纽 很想登下火车 因为让我想起来 大学放假的时候回家都是要坐火车的 记得当时为了逃票也会钻火车 今天终有机会让我重温一下小时候的感觉 老K在干什么呢 干坏事了吧 在搬道叉呢 我们小时候对搬道叉情有独钟 那现在呢 我在铁路上走 似乎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 这是一个非常老的火车头 现在已经放在这里展览了 这里呢 乱七八糟的铁就是修理车间 诶 这里还有一个好莱坞的摄影棚 来 进去看看 哦 看嘛 说明明白了 原来在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期 几乎所有的好莱坞大片 有关火车的镜头全在这里展现 这里私有存在大片 是新年时代的同梦 冰箱大片 这里展现是热正的摄影棚 在庄司在山绕尚中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面讲的那些电影呢对于我来说都不是很熟悉也没看过 那毕竟是美国反西部大片的影片 那么现在呢眼前的呢就是一些志愿者 他们在这里继续的修理一些在博物馆中的火车的部件 先生和他们聊的热火朝天的 如果有人会问这里有什么意思啊 一堆烂铁 你们知道吗 这里存在着我们的回忆 也就是我们六十年代的人对火车的一种感情 这好像是给火车加水的水管 走在铁轨上自己也感觉到回到了童年 火车就要开了灯火车吧 让火车带着我们继续前行